剛才我們提到了臺北的選舉 羅志森委員告訴我們 他們所算有秘密的這個民調數字 那現在的選民的焦慮 對於不同的政黨來講 到底最後的投票所投出來的選票是如何 也值得我們好好的來觀察 不過文傑剛才說 他認為桃園小麗媛教授所說的 現在他看民調是張善政會領先 但是他認為鄭運鵬有翻盤的可能性 那到底是不是如此呢 文傑也認為鄭運鵬會贏 那他會贏很多嗎 還是贏少少票 可能跟鄭文燦2014年差不多吧 那有好幾萬啊 兩三萬票 兩萬多吧 當年是兩萬多票 當年的鄭文燦他的民調是輸十幾二十趴 輸非常多 我的多到已經不想講 你說在選前對不對 選前的那個鄭文燦輸給當時的吳智陽嗎 對不對 輸的是我們前幾天看 好像快二十趴 所以當天開票的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鄭文燦不會贏 結果開到最後贏兩萬三萬票 那現在的狀況是如何 桃淵現在打得非常的這個 血肉模糊的事 所謂的 所謂的抹紅 那鄭運鵬他的公司去申請一個中國專利 就是 清中嗎 就是拿人民幣賺錢嗎 今天呢被爆出來的是 張善政是替人民解放軍做股東的中國的公司擔任顧問 哪個比較嚴重 我們看最新的報導 如果說我選上的話 是有一個好萊塢籍的 漫威系列的一個主力的特效公司 會在桃園設立一個studio 大開證件支票 國民黨桃園市場候選人張善政 自豪的說 如果當選 要把自己擔任執行董事的視覺特效公司 數字王國引進桃園 如今卻爆出該公司兩席股東 持股超過17%的保利與中信集團 隸屬於中國國務院以及解放軍 雖然張善政解釋 中資沒有主導權 但外界疑慮不停歇 這個studio設在桃園 你要怎麼處理跟解放軍資本的關係 桃園有那麼多的軍事基地 桃園是國門的第一線 你這個叫做引狼入室 重點是說 我已經早就在默默的 幫我們年輕人 利用數字王國的管道 跟國際連結 張善政回得輕描淡寫 但桃園市資訊科技局長 于婉如也發文 指出初創於美國的數字王國 瀕臨破產後 已被香港的上市公司收購 從此與紅色資本糾纏不清 痛批張善政睜眼說瞎話 根本是紅色資本的門神 激進黨還加碼踢爆 張善政除了是統派立場鮮明的 中華民族志工黨最高顧問外 更擔任2020年成立的 親中小黨經濟黨的榮譽總顧問 游走於政治團體 游走於商業團體 背後都隱然的跟中國資本 紅色資本息息相關的政商大面型 這個真的是桃園需要的嗎 根據中廣蓋洛普調查 鄭運鵬支持度以24.25% 小叔張善政三個百分點 但一個月前 同一個機構的民調 他是以3%領先張善政 他做的都不一樣 那他們也各自有各自的 機構上面的效應 我們都會當作參考 對我來說每一天 我們當作說打平 然後心態上面當作 我還有1%2%需要去努力 那我們都是用這樣的心態 不會受到各種民調 或各種傳聞的影響 我們看過很多份民調 有的民調領先多 有的民調領先少 不管領先多少 我們都是戰戰兢兢 一步一步的一腳印往前走 來請教偉航 那個哪個比較嚴重 這我當然認為 張善政的數字亡國的狀況比較嚴重 其實這是我們那個在桃園選舉的議員 候選人 就時代力量的候選人 對時代力量候選人 林家瑋他那個時候就大概一個 差不多兩個禮拜前 他就把這個相關的數據資料 通通拿來跟我討論 我那時候看就是說 哇這個事情大條 然後我也告訴他說 你們應該怎麼樣後續去追 那他們果然經過兩個禮拜 持續的準備各種資料之後 就從這個禮拜四開始 一連兩天都有開記者會 包括今天有開記者會 那其實追的點非常簡單 張善政二零一九 要注意二零一九他在幹嘛 在跟韓國瑜選總統 但是二零一九的時候 他就進入這家數字亡國公司 他不是擔任一個差個位置的那種董事 領個那個車馬費的董事 不是他當執行董事 擁有實權的 大家都知道就會有董事 還有總經理的階層 在執行董事是橫跨兩個的 我實際掌控著影響這個公司的決策 他跟另外一個來自新加坡的派的代表 一起經營這個數字亡國公司 好重點是他們現在的辯解策略說 數字亡國他做很多先進技術 好萊塢3D換臉 我們之前才討論換臉科技可能的影響 好他一直強調這是臺灣打入好萊塢的一個很好的管道 這個公司一開始是這個美方設立的 但二零一六開始數字亡國開始逐步 因為他經營不散 他逐步被所謂的保利集團 保利文化給收購 當然他可能是透過很多的來源 因為繞到新加坡的關係 我們這邊查不到 但是直接持股的部分就有十幾趴 還是屬於解放軍 還是屬於中共中央的國企的部分 大家要注意 他們現在張善政辯解策略說 他比例只有十七趴 不多啊 十七趴就已經很多了 現在選一個董事三趴也在跟你拼了 蛇子是十七趴 重點是實質影響力 你可以發現張善政的解釋 蒼白無理 他說蘇智王國怎麼可能是中資 上面寫我臺灣行政院長 怎麼可能呢 我必須要強調 中國也是會這樣寫 你只是加個那個引號 引起來臺灣行政院長 所謂臺灣行政院 也是這樣撐他 所以重點在於 張善政到現在 對這家公司態度是怎樣 很妙 一般我們被人家抓到這一點 第一個說 我跟這個公司都沒有關係 這是我過去曾經一度要經商 可是張善政直到現在 都還非常堅持 這家公司好 我當選桃園市長 要引入這家公司 在桃園成立一個studio 就在桃園做這相關的東西 也就是說他不只堅持不辭 還堅持要在選後 繼續把這個公司的相關的東西引進來 我們剛剛前面才在討論 圖利的問題 張善政本人完全沒有意識到 沒有意識到圖利就算了 你自己要當什麼公司董事 選後如果繼續把這家公司的 相關的發展 壓住在你當選之後的程式 那還得了 國內公司都是很嚴重的圖利 何況是解放軍相關的公司 那當然呢 今天後續的資料不斷畫出來 這個保利集團還有保利文化 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執行習近平思想 本公司他是解放軍的 所以一定承擔他的政治宣傳 政治宣傳任務 為什麼解放軍要去買一個 屬於媒體娛樂的公司 因為他就是所謂的 整個大外宣的一部分 他是他勝後好萊塢的一部分 那今天張善政 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問 你張善政要持不持 你要繼續帶著這個公司的職嫌選到底 甚至你當選之後 還要引入這家公司嗎 我們必須要去質問這點 還有你到底知不知道 背後有解放軍的背景 如果你知道 你居然還去這家公司當執行董事 而那個時候 你在選台灣的副總統 不要忘了 當時他在選台灣副總統 像話嗎 那如果張善政說 我當時不知道 那我就必須問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就跑去一家公司當董事 你這個董事也當得太爽了吧 你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心態 在看待這樣的工作 所以張善政現在他就一直講 反正這台灣之光 你們不要阻斷台灣 進入全世界的機會 我必須要強調 解放軍也會做核子彈 也會做航空母艦 難道你張善政 你要去幫忙解放軍搞這些東西嗎 所以我們還是在那邊呼籲 張善政你不要在那邊 派一堆網軍在那邊洗 洗做什麼 這個是什麼 幫助台灣走出去 台灣不需要當解放軍的腿 幫解放軍走出去 全美國都要攔阻 我要強調 今天有一份文件出來 美國已經在制裁保力文化 制裁保力集團 制裁保力科技 已經把它列入兩年期的制裁了 而張善政還要隱囊入室 當隱紅色資本 進入桃園這個三海關 桃園是國門 進入三海關 這個吳三棍 請張善政想清楚 再出來開記者會 這個最嚴重的是他承諾他當選之後 還是要重用他們 但是他們這幾天打 這鄭運鵬有道理嗎 因為他打鄭運鵬 這件事情很奇怪 因為他講說 這個鄭運鵬 你看到中國去那個申請專利的時候 上面寫中國臺灣 所以說他意思是說 你們民進黨在打抗中保台機構 你們自己貶低臺灣 他說你去那邊 那個申請中國專利 然後又是中國臺灣 你自己把臺灣前面加一個中國 兩個字 但是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這個講法是錯的 因為即便是高宏安的專利前面 他只要申請那個中國專利 他前面一樣叫中國臺灣好嗎 全世界所有人 你去申請中國專利 他一定會把你臺灣這邊叫中國臺灣 為什麼 因為這跟我們的這個專利商標審查 有關係 因為全世界有個集體 共同的機構 然後所以大家要認定說 專利哪個地方的優先權的時候 其實他必須有個機制 那偏偏我們臺灣這邊跟中國是掛在一起 所以這就是導致我們申請專利的時候 會出現中國臺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打鄭運鵬 這件事很奇怪 所以相比之下 剛剛偉航講那個保力集團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因為保力集團的背後 我講給大家聽 他的背後是什麼呢 他其實對中國來講 他就是中國的解放軍參謀裝備部 跟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會 一起合資成立的公司 所以之前鄧小平的女婿 楊尚昆的女婿 然後包括那個以前中國 那個元老王正的兒子 都當過保力集團的董事長總經理 那他的工作是幹嘛 他最早的工作就是幫中國做軍火的生意 所以軍火生意這件事是他的本質 然後最重要的是 中國現在有很多他弄不到的軍武 弄不到的零組件 他都是透過保力集團 在全世界各地去弄到的 尤其是像現在那個中國被美國遇到 科技戰制裁的時候 保力集團現在就想盡辦法幫中國去搞到 那些被美國禁止的東西 所以這樣的一個保力集團是非常有爭議的 這樣一個對中國來講是軍武 是他的本質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那他為什麼要投資 就是保力集團為什麼投資數字王國 那當然是他覺得說 他後面的換臉的技術 或是VR的技術 對他以後來說有應用上的效果 那這樣的一家公司 你張善政竟然跟他綁在一起 然後你也不願意辭掉他的執行董事 這整件事情 我覺得到這個時候 就像剛剛偉陽講 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不可思議 重點是不可思議 而且他不願意辭 還一直贏 點出來了之後還不願意辭 因為所有的人 我跟大家講 你只要上網去看 你都可以上到保力集團 因為這個數字王國後面兩大投資方 就是中國兩個 一個就是保力集團 一個就是中國中信集團 這兩個在中國是什麼樣角色的公司 後面有多少中國的紅二代 紅三代在裡面 這樣的一個公司 然後跟軍武又掛在一起 然後你再去看看 這個有很多美國禁止的一些項目 都是由保力集團來做處理的 然後他投資的公司 到現在還不願意迴避 然後還不願意辭 然後甚至還說 要把他引進到在台灣來 所以這對大家來講 這都是不可思議的狡辯的方式 尤其是他還提到 另外一個創辦的事案 對不對 他是在中國長大 他一直講說 這個也是台灣人 台灣孩子 他是在中國長大 後來就到美國去 他跟台灣的連結根本就沒有很深 然後現在張善政拿他來背書說 這是台灣孩子 然後說我張善政也是台灣孩子 你們兩個三個執行董事 兩個都是這樣子說自己是台灣孩子 但是你去看後面的投資方 你就知道他背後大有問題嘛 在大有問題的情況下 我都不懂你現在要怎麼幫他洗風向 所以這個時間點 還有很多的那個網軍在幫他洗風向說 這個就是一般的公司 一般的投資 這對大家有好處 你去認真看看背後的背景 你不要搞到這家公司 到最後 就因為跟保利聯在一起 也一樣變進去 變成美國的制裁 或是黑名單裡面 這個對桃園來講怎麼會是好事 對張善政來講怎麼會是好事 當然最嚴重還是他自己在承諾 他將來入主桃園市 還要引進這家公司這件事 現在他至少應該有個踩煞車 瞭解詳細 理論上是這樣 但是他的性格就硬拗 他從農委會的研究計畫案開始 就是硬拗 拗到底 然後就怪罪對方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選舉本來民調上面 小麗媛說這個桃園 他是在看民調 張善政他給他畫一個單圈 雙圈他認為是確定會贏的 但是他把鄭宇峰畫一個三角 鄭宇峰現在就已經有逆轉的可能了 那這個新的這個 數字王國的這個事件 就會是鄭宇峰逆轉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嗎 我認為他還是要順腾摸瓜 不斷的去把背後挖出來 為什麼呢 數字王國的董事會 就有兩個是中國派任的董事 你張善政在開會的時候 完全不認識這些傢伙嗎 你會不問說 怎麼出現兩個講話有捲舌的 你不會去care一下嗎 這個我覺得是很基本的 他成績也太大條了 好 這個對於鄭宇峰跟鄭文燦團隊來講 是一個這個增加他的這個馬力加油的一個機會 那我要請教致政 因為苗栗是你這個是 我負責了 是扶選的地方 在歷史上很少出現說民進黨的候選人 還可以有逆轉 這個小三角形蠻可愛的 那鍾宗錦跟謝福宏到底怎樣 鍾宗錦他的那個最失算的 他也是被柯文哲害了 他以為跑到台北來 跟柯文哲見面有用 結果發現他跑到台北來 被貼標籤成為黑道 然後他 所以他回去之後 據說他再也不要來台北了 然後他覺得柯文哲好恐怖 然後所以苗栗怎樣 還有新竹就桃園 現在看起來鄭運鵬 開始穩穩的嘛 那往上爬 那新竹呢 沈慧紅高鴻安 雖然是感覺到現在 因為因為聲量很高 但是沈慧紅的這個後勁怎樣 那沈慧紅跟陳時中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都是官員出身 都是這個政府機構裡面服務出身的 那在這個訴求上面 他們在情感的煽動上面 就比較弱一點了 那可是你怎麼看苗栗新竹 其實這兩個選舉 加上這個桃園 甚至臺北都是三喀都啦 對 所以在三喀都的情況下 那個變數就比較多 那加上投票率的關鍵因素 也會影響到最後的這個選舉的結果 所以這幾個區 除了臺北小麗園用所謂一個 兩個圈圈之外 其他區都是用有三角的在裡面 三角就是說 一個圈的領先幅度不大 然後三角的有機會逆轉 那我的瞭解 這個也是跟苗栗現在情況是很接近的 就是說不可否認 就是三喀都在民進黨 這樣子一個苗栗的情況下 是前所未有的一個機會 那這次有幾個主要訴求 包括這個七十二年來 從來沒有政黨輪替過 所有的民調都看得出來 將近一半 甚至超過一半民眾是認同 換人換黨做看看 所以那個訴求是有得到一些共鳴的 另外一個 不論是天一也好 或是中東民自己犯的錯也好 他跟客戶者的見面 所有媒體記住打上一個標籤 叫做黑白配 對 本來他黑都拿不掉了 現在一見面之後 反而他要去白 那大家都知道他去漂白 可是漂的結果就是證明他更黑嘛 不然你幹嘛去漂呢 因為本來很多人不認識他 對 所以我可以講 弄完之後大家都知道這條黑白 對 現在我就問你了 曾幾何時苗栗的新聞會上很多報紙的投版 甚至成為政論節目討論的焦點 對 那中東景在我們之前一段時間 幾乎不是全國性知名人物 對 然後我們要去宣傳說他的所作所為 要花功夫的 可是現在這個啊 一夜之間他成為全國關注的人物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有黑的背景 甚至柯文哲一二在在下山幫他背書 說他甚至是昆宇的股東啊等等 通通把他挖出來了 他又不敢去告柯文哲 你看到沒有 他說他曾經是昆宇的股東 或是這個有參與 然後今天這個中東景啊 發了一篇這個陳情書 他很快的否認 他說今天寫陳情書哦 對 他說啊 我不是昆宇的股東 可他為什麼不去告柯文哲 他不敢嘛 因為還想要配嘛 然後他又扯到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他講說我不是昆宇的股東 可是他又講了什麼 他說啊 我承諾未來不會在通宵內島裡這地方 蓋野蠟場 就扯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因為他事實上人家 他擔心人家說他是專門在仲介 砍高啊 野蠟場 所以當白手套 所以又扯到另外一個事情來了 所以他就越挖越多出來 所以 如果今天這個中東景 這樣的情況不斷的出現 我相信會影響到很多 包括藍的 這種所謂知識藍 公教藍 因為我聽到很多老師 他們覺得這個有殺人千科的 甚至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刀殺石的 堆殺石等等 他們不太能夠接受 雖然長久以來 民進黨在地區比較劣勢 是藍帶綠 可是他不太能夠接受這樣的 黑的背景人當縣長 嗯